据台媒报道 长期面临零件筹捕不足 恐有消失性伤员危机的幻影2000战机 太空军民年度一口气编列大数量的战机零件 导弹翻修的采购案 包括机体零附件开放式公案 3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 M53P2发动机零附件开放式公案 4亿2000多万元新台币 及航电电战系统零附件案 9400多万元新台币等 以提高妥善率 由于幻影配载的中程空对空云母导弹 和短程魔法导弹使用年限已到 太空军也在明年度预算书中 特别编列导弹换装外购案 总计需求38亿8537万元新台币 预算案规划明年至2022年度执行 F16战机性能提升奉展计划部分 全案经费从去年核定的1100亿元新台币 明年度上调至1296亿元新台币 增加的196亿元新台币 用于采购相关零附件 并分散编列在后续年度经费 台媒报道称 针对大陆军机绕台势必常态化 台防务部门明年砸钱升级战机 就是为确保台军空中优势 对于近日引发热议的 所谓解放军攻台话题 联合报社论分析说 其实根本问题 不在解放军核实攻台 和台湾可撑多久 而在如何维持两岸和平 消弭任何战获的可能 但台湾社会面对安全威胁议题 却常轻视理性思考 流于情绪反应令人忧心 中国时报社论则说 两岸军事实力早已严重失衡 台湾处于绝对劣势 如不深思解套方式 战争开打 受害的是无辜人民 能否扭转局面 考验蔡当局智慧 要努力让和平之声 成为王道主流 逆转两岸的负面情绪 用正能量去处理 两岸之间的旗舰 并找到共识 建立善意的交往循环 和平才是最好的防卫 8号晚间 台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在一场欢迎港澳人士的晚宴上 放话说 因为的 因为的 这个仇恨仇视 不能够处理关关系 因为的讨好 也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有相当的弹性 我们觉得 一定要够够 有对话 前国台办副主任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浙江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王在希 则向媒体表示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要看台湾局势演变 也要考虑大陆自身的因素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大陆对台和平统一的 基本方针 没有改变 会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只要台独分裂势力 不触碰反分裂国家法的 三条底线 大陆绝不会放弃 和平统一的努力 台湾如果加快台独步伐 反而会加速两岸统一 就这一话题 我们要来连线台北博士 秦琳 把时间交给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秦琳 首先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来我们的大力支持 今天来到台北博士两位来宾 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黄伟汉先生 伟汉哥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亚太房屋杂志总编辑 郑继闻先生 继闻兄好 大家好 台军线阶段 仍然是以这个F-16 幻影2000 以及IDF金国号战机 作为空防的主力 现有战机需要升级维护 台防务部门明年 也砸大钱 说要确保空中优势 那么就目前 台海军力失衡的部分 我们这三个人里头 基本上应该是最了解的 你怎么看台军的 这个若干个升级项目 升级了之后 就真的能确保 台湾的空中优势了吗 台湾媒体经常报道了 大陆像这个飞机船舰绕台 对于台湾这个整个空防体系 造成一个全方位 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但我必须讲 两岸军事的对比企业 这是不可逆转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平台 哪怕你是空中战机 海上的船舰 这种单一或者几项平台的对比 而它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对抗 那解放军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现代化 它在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等 它整个攻防体系是非常非常的完善 而且未来它对于台湾所享有的军力 在值和量的这个优势 其实还是会呈现一个更大的一个状态 进行发展 因此即使台湾军方对这些三型战机 未来都完成了升级 但整个攻防体系的对比 还是非常不对称的 那不对称的极大劣势 那长期下去以后 其实断不是你改良几架战机可以弥补 而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可逆的 因此寻求军事上的对抗 对于台湾来讲 可以说是一条不归路 而且是几乎是没有活路的一个做法 寻求两岸的和平 才是对台湾来讲 最大的安全保障和福祉来源 我们看到有媒体也认为说 台湾的防务部门 最近也不断的说对大陆军事做出反应 又拍到照片半飞了等等 认为台湾防务部门是在小题大做 在刷存在感 文昭雄你怎么看 这个动作其实是影韩得非常高的政治意涵 或许是蔡英文领导人 他要求防务部门必须这么做 因为过去一向有这样子的状况 你彼此会监控 彼此会半飞 而且会留下照片 但是从来都没有这样公布过 那现在为什么会公布呢 就是台湾的防务部门 要让台湾的民众认为说 我们有在监控 我们有能力监控 我们有在做事 是 因为他是第一次宣布照片 所以的确是引来了一些新鲜感 那许多的台湾民众就会说 看到这个照片的确是半飞 那半飞之后呢 其实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名称叫做无害通过 它其实并没有侵到台湾所谓的领控 根本没有 就是飞过去而已 那最近这一阵子 大陆的军机也好 或是船舰也好 不断的在台湾的周边 进行训练的一个目标 其实在国际上的军事专家的判断 都是针对美国跟日本而来 而且中共的这个军机 大陆的这个军机跟军舰 你现在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 可是其他的像是美国 或者是日本的军机军舰 如果靠近那么台湾相关周边的时候 你也有 你也有公布这样的照片吗 为什么台湾要用两套的标准去面对 这会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它会起到一个疑问 就是 是的确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军队 跟它的军力是越来越强盛 它不只是经济上跟政治上 连军力上美国跟日本都不敢小看 那么现在它正在跟全世界 展示它的军力的同时 你跳出来告诉你说 你敢过来我就怎样 的确台湾民众就要问 台湾的防务部门你想怎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民众在防务部门 这样的照片跟所谓的 刷存在感之后 它一开始会起到一个作用 可是终究你得面对现实 就是台湾跟大陆基本上是 如果一旦发生了无力冲突的话 它的结局是注定的 所以为何要发生无力冲突呢 是 其实而且我们也有办法 其实有智慧可以完全 把这个几率降到零了 今天中国时报和联邦的社论 都不约而同的都在说这个话题 观点非常的接近 就是两岸和平才是最好的防务 两岸要有互信才能够指战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台湾的政客里面的一直在吵 能够撑多久 或者是到底什么时候 解放军武力攻台 这是重点吗 金文兄 这当然不是重点 当然这些不管是特别的电视台 或名嘴 他鼓吹这些所谓的这个 可以一战 不惜一战 这样的论调 当然是有他政治的目的 包括他在特定的群众里面取暖 增加收视率等等 都是他的目的 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台湾的利益 然后我们知道一般老百姓 其实他对于政治上这些 其实他是不太有太多的感觉 我们老百姓的需求 其实非常的卑微 而且简单 也就是要有很好的 安家立业的一个环境 但两岸的不管是对抗 那或者这个紧张 甚至战争 其实对于民众 他都是会感受到严重的冲击 也因此怎么能亲眼起战 这个部分这个心态 我认为就值得口诛笔伐 更何况我们刚才讲了 台湾在军力上 长久的未来与大陆 在这个部分进行对抗 是没有活路的 我不说未来 也不说巨大的军力差距 就目前台湾军方所面临的几个现象 就让人家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靠谱 包括连木兵人数都凑不出 再加上近期台湾因为军公教的一些 年金的改革 其实台湾军方的士气 可以说也跌到谷底 那所谓不知为谁而战 不知为何而战 这种疑问其实更为巨大 这就说明现在的一些政治的一些作为 特别两岸这种相局 是不服大家的利益 我对于这个张晓月 之前说的这个什么仇视和讨好 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说法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不晓得这个长期跑政治的 这个伟汉兄 对张晓月的这个话怎么理解 其实你在讲到这个张晓月所提到的 仇视跟讨好都不能解决问题 那你干嘛要制造仇视 那这句话基本上 它是个废话 因为他仇视不能解决问题 讨好也不能解决问题 那请问委会主委张晓月 你如何解决问题 这才是重点嘛 你告诉大家 因为你既然私陆委会 就是两岸的事物由你来掌管 那两岸的关系 从2016年5月20号到现在来 越来越僵越来越差 你的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呢 它也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事实上呢 张晓月这一年多来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有两个重要的一个质疑的点 就是张晓月跟陆委会 他不断的在这一年多以来的两岸事物发生 任何状况 包含连柯文哲去上海 他都要发表很多意见 去谴责他啦 或是再度的喊话 刷存在感 可是重点就是有一个就是 陆委会根本在这一年多以来 完全没有公用 真的两岸民众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难以联系 他根本没有对口 热线也打不通 这第一个 你根本没有公用 第二个就是定位问题了 这一年多以来 是连九月共识都不接受了 那所以基本上 你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张晓月跟蔡英文 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根本就不是一个中国 我根本跟你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时候 对不起 陆委会其实基本上 早就应该在裁撤了 所以陆委会已经无法来获得 两岸之间的交流的 这个所谓的代理权 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个处理权 他根本没有 所以他现在只能 不断的开记者会发信 我们搞来刷存在感 而仇恨跟讨好 都不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 那么张晓月讲完之后 你要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办法 如何解决问题 今天旺报上的 这个前洛尔会的副主委 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的院长 赵建明先生也发文说 台独如果不去的话 两岸是没有新模式的 因为蔡英文前两天 又要讲什么新模式了 互动新模式等等 这个浙江大学 台湾研究院的院长 也是国台办的 这个前副主任 王再熙先生也说 所谓台独要一意孤行的话 必将加速统一 金文兄 你怎么看他们的观点 确实台独其实是一个走不通的路子 就是不管是历史或者过去以来两岸发展一些状况 你台独不管你用什么包装 什么样的一些说白就花言巧语 其实证明 其实这是走不通的 那从过去一年多以来两岸的僵局 其实这种台独的心态或独胎的心态 就是僵局一个核心的问题 其实我们从绿营一些很多论述或实际作为就可以发现 其实他从来不把大陆当作自己人来看待 他认为我们是另外一边的人 这样的心态反映到许多层面 那而且根据我的了解 他不只认为不是自己人 而且他还把大陆当成敌人 那这种做法其实说白了 就像我们常常在许多这个论述或许多这个电视剧 常看到所谓汉奸这两个字 其实这种基本的心态 那对比这种汉奸两个字 我认为其实非常适切的 就是你不只不把他当自己人 你还要拉外人来对付这个人 也因此我认为这种反中仇中的心态 可以说是未来两岸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但你认为大陆活力蒸蒸日上 你这种操作下去行得通吗 试想如果整个台湾岛 是由一群仇中反中的人士所控制 他控制或者威胁你东南沿海的精华区 我认为